习近平第一任其反腐败的总操盘手 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但是跟随王岐山几十年的大秘 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红 就是一个严重腐败分子 董红因受贿4.6亿元被判死缓 习第二任期反腐败的总操盘手 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赵乐际当青海省委书记时 他的前任省委书记是苏荣 2017年1月23日 苏荣因受贿1.1亿余元 另有8千余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被判处无期徒刑 赵乐际当青海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时 省委书记是白恩培 2016年10月9日 白恩培因受贿2.46亿元 另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被判死缓 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 赵乐际当陕西省委书记时 赵正永任省长 赵乐际调到北京后 赵正永接任陕西省委书记 2020年7月31日 赵正永因受贿7.17亿元 被判死缓 死缓减为无期后 终身监禁 赵乐际当陕西省委书记时 魏民州任陕西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2018年11月20日 魏民州因受贿1.9亿元 被判处无期徒刑 赵乐际当省委书记时的 前任后任下属都是严重腐败分子 赵乐际是不是严重腐败分子呢 2013年 习为了把实际掌控在江泽民 曾庆红手中的最高权力夺到手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打虎运动 至2022年20大前 习查办了 逾570个副部级以上高官 及其他的中管干部 十年间 习查办的贪官数量之多 超过了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当政时的总和 2021年1月29日 中国华融集团前董事长赖小民 因受贿17.88亿元 被执行死刑 过了不到一个月 2月27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爆出 内蒙古反腐败斗争 迄今第一大案的涉案金额 达30余亿元 又过了仅一个月 3月28日 中国纪检监察网站 爆出大连市政厅级官员 徐长元 涉黑资产超过100亿元 又过了5个月 8月27日 山东省高级法院 终审裁定 横峰银行前董事长蔡国华 涉案金额高达103亿元 中共二十大后 由于被查办的严重腐败分子 多使习亲自提拔重用的 对这些严重腐败分子的查办已进入黑箱 据说习批示以后只做不说 从二十大后发生的火箭军大案看 无论习就反腐败讲了多少狠话 开了多少会议 制定了多少法律法规 进行了多少警示教育 立案查处了多少严重腐败分子 无论有多少人被判死刑 终身监禁 十年以上重刑 所有这些药 对于已病入膏肓的中共来说 全都失效了 为什么 因为中共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共领导一切拥有绝对的权利 却毫无任何制度与人类正常道德理念的约束 中共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 又当裁判员 一身而三任能不腐败吗 这样的体制就是滋生腐败的最好土壤 一个腐败分子倒下 千万个腐败分子 马上就被这种体制复制出来了 最后还得提一句 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家族 控制了中国巨额的财富 被称为中国第一滩家族 但是中共先任当局 不仅不查办江泽民家族的严重腐败问题 还称赞江有崇高风范 2023年2月22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记者提问时 点名痛骂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拜登总统下令击落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共气球 汪文斌称 这是百分之百滥用武力 百分之百过度反应 百分之百歇斯底里 汪文斌还大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口出狂言颠倒黑白 中共外交官如此出言不逊 痛骂美国总统 美国国务卿 对于正常国家的正常人来说 确实不可思议 古今中外外交的最高境界 是化干戈为玉帛 两国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但是高明的外交官一出场 就能用智慧和勇气化解危机 使正准备兵戎相见的两国重归于好 当今中共外交官的做法 正好与之相反 凸显中共外交的粗鲁好斗与极端 邓小平当政时 鉴于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 把中国经济搞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了给中共续命 对外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所谓韬光养晦 就是低调 不张牙舞爪 不多多逼人 把锋芒暂时藏起来 让其他国家 特别是西方大国 愿意跟中共合作 为中共提供技术 市场 人才 服务等 为中国经济发展 提供机遇 邓的韬光养晦之策 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中共的本质 却迷惑了许多西方人 包括美国在内 许多西方国家 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 这却是为中国经济 超常规发展 提供了机遇 但是习当政后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 已经很有底气了 将邓的韬光养晦之策 改成了战狼外交 习要求中共外交官 敢于亮剑 敢于斗争 于是 上至中共首席外交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下到中共 驻各国使领馆外交官 各个都变成战狼 我们看一看战狼们的丑态 针对西方五眼联盟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回应称 不管他们长五只眼 还是十只眼 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赵立坚谈到 美日外长防长 二加二联合声明时 怒骂美日狼狈为奸 日本甘愿养人鼻息 充当美国战略附庸 背信弃义 引狼入室 记者问 为什么中国外交人员 越来越多地使用推特和脸书时 华春莹回怼道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 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 推特和脸书呢 有人嘲访 华春莹代表广大中国网民 提出了他们不敢提的问题 针对西方国家关心新疆人权 要制裁中共 华春莹称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针对美国要对中国产品征税 耿爽回应 中国不是下大的 战狼存在哪里呢 他们把目标听众搞错了 他们喊话的对象 应是美国人 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民众 这不看到西方警惕了 要与中共脱钩了 又想赶快换一副嘴脸 一向奸牙历史的外交战狼团 激进团灭了 不是被平调打入冷宫 就是失去踪影 甚至出事了 中共不仅在外交论调上耍流氓 还在美国土地上耍流氓 一个典型的举动 就是在中共党魁或高官 访美时动员所谓的欢迎人群 甚至动用黑社会和妓女 2023年11月中旬 习近平在加州湾区参加APEC会议 中共为了营造红海洋的场面 给从外地去旧金山欢迎中共党魁的人 包机票 包食宿 每人罚100至400美元不等 从纽约去迎习的粉红人群中 还有在法拉盛占街揽克的妓女 面对海外华人及其他团体的巨大抗议声浪 中共动用黑社会及潜伏进来的特务 特勤人员直接动手打人 受到袭击的包括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和藏人社区的数十名抗议者 有十多人流血 三人因重伤住院 充分暴露中共的流氓黑帮的丑陋面目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2022年9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 揭露中共在全球多个国家 设立所谓的海外警务服务站 把中共的公安警务长臂伸到海外 为此 美国国会举行了 关于跨国镇压问题的听证会 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展开打击行动 抓捕和指控了一批中共情报官员 和协助其的美国居民 其他国家也展开了类似的打击行动 中共海外警务站顿时销声匿迹 中共战狼外交和海外渗透的结果是什么 中美 中日 中韩 中非 中印 中澳 中欧 以及中共与立陶宛等各国的关系 严重恶化 同时 中共被排除在G7加9峰会之外 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 被排除在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之外 被排除在全球民主峰会之外 被排除在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之外 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之外 或被排除在新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环顾全世界 中共满眼都是敌人 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真朋友 弯道超车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而且非常危险的举动 搞不好就会车毁人亡 但是中共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技术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提出弯道超车战略 怎么弯道超车呢 说白了就是在国际上 偷骗墙盗窃知识产权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 威廉·伊凡尼娜说 中共国盗窃美国商业秘密 使我们国家一年损失 约3000亿到6000亿美元 中共的知识产权盗窃计划 被描述为一种全社会的方法 中共利用情报机构 科技投资 学术合作 研究伙伴关系 合资企业 幌子公司 合并和收购 并通过内部威胁和网络入侵进行盗窃 盗窃目标具有战略性和全面性 包括航空航天深海技术 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 制造技术 清洁能源 变池技术和DNA基因组学等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 从玉米种子到飞机零部件 到商业信息 到美国大学实验室的顶级技术 无一不是中共间谍的目标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2020年2月说 FBI的56个地区办事处 正在调查大约1000项 中共涉嫌盗取技术的案件 从财富100强企业 到硅谷初创企业 从政府和学术界到高科技 甚至农业盗窃美国技术 涉及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 农业间谍 2011年 位于爱荷华州的美国杜邦公司 安保职员 在科研农场发现 几名中国男子 趴在玉米田里挖土 行迹可疑 立即报告给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发现 其中一名可疑男子名叫莫海龙 是中国大北农集团国际业务主管 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2013年12月 莫海龙在佛罗里达的家中被捕 他承认 长期密谋偷窃美国农业巨头 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 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 并试图运回中国 2016年10月 莫海龙被以农业间谍罪判刑三年 黑客间谍 2012年夏末 三名中共特工之间互通的 大量电子邮件 被摆在FBI官员瓦莱斯的办公桌上 一封邮件带有名为 C-17项目侦查摘要的附件 黑客们成功地窃取了 美国最先进货机之一的 C-17军事运输机的设计机密 其中两人在中国无法抓到 第三人是一个名叫苏斌的成功商人 拥有一家名叫罗德技术的 中国航空技术公司 在加拿大设有办公室 苏斌和他的两个中国同伙 总计盗窃了63万份 和C-17相关的文件 总计大约65GB的数据 我们在一年内安全地 顺利地完成了被委托的任务 为我们的国防科技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苏斌所在的团队写道 中共黑客还盗取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与F-22和F-35战斗机相关的文件 包括F-35点飞行测试协议 苏斌将这些协议译成中文 这些盗窃对帮助中共复制 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 至关重要 美国花了110亿美元开发这种飞机 中共的这项间谍行动 只花了100万美元 国安间谍 徐延军从2003年开始 在中共国家安全部工作 后成为江苏省国安厅六局的一名副处长 他以江苏省国际科技发展协会副主任 曲辉的身份做掩护 试图窃取通用电器 航空复合材料 飞机引擎风扇 这是世界任何其他公司都未曾复制的技术 2018年 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约徐延军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面转交情报时 比利时警察当场逮捕徐延军 之后将他引渡到美国受审 2022年11月 徐延军被美国辛辛纳提联邦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军队间谍 2014年5月19日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 位于上海北郊的中共军队 61398部队第三支队的五名军官 包括王东 孙凯良 文新宇 黄振宇 顾春辉 以上名字为音译 五人共涉及31项罪名 司法部表示 这五人非法闯入六家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盗窃资料 为包括中国国企在内的美国企业竞争对手提供经济资讯 中共在国际上的偷片墙已引起西方的高度警惕 许多国家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始拒绝或削减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份额 这种缺乏信任的经济后果显而易见 不仅体现在华为的5G大疆的无人机上 甚至连港口的中国造的起重机都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 中共在国内搞专制独裁 修筑高墙 把人民圈在一个大监狱里 在国外却大钻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的空子 可谓无孔不入 在西方国家大办孔子学院是中共渗透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些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假孔子之名 经过精心包装将中共的意识形态 利益诉求宣传导向等推销到西方 实现中共利益的最大化 中共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一般在大学内运作 在六四法轮功西藏新疆台湾等议题上完全站在中共立场上 大部分孔子学院都属于中共使领馆的间谍分支机构 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的敌人的情报 并威慑异议分子 前中共党魁赵紫阳的秘书鲍同 曾在推特上表示 现在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 都是糟蹋这位先哲及其学说的屠宰场 他们全姓共 不姓孔 2020年8月13日 美国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总部 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使团 截至2022年6月 已有100所美国大专院校关闭了孔子学院 2024年3月1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 向9个联邦政府部门发送信件 包括司法部 农业部 环境保护署 集图局 全球媒体署 财政部 金融犯罪执法局 国家航空航天局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在每一封信中 委员会都强调 几十年来 中共一直试图渗透和影响 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目标很明确 就是打败主要敌人美国 信中说 中共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战略威胁 这种威胁已等同于 争夺地区和全球霸权的全面战争 信中提到 由于所有美国人都是中共的战争目标 联邦机构有责任 一 向美国公民宣传 他们可能遇到来自中共的危险 二 采取适当措施 鼓励美国人积极主动的保护 他们的社区 学校 宗教场所 企业 财务 食品等 免受中共的威胁 这样全面的提醒表明 过去几十年 中共利用美国的民主自由渗透美国的做法 已走到尽头 美国觉醒了 并开始肃清中共的流毒